说体头部移植,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 这和普通的器官移植可不一样,也正是因为如此。 2015年2月,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塞尔吉奥卡纳维罗宣称, 他将在两年内进行世界第一例完整的人体头部移植时,医学界炸了。 不少人觉得他在看玩笑,但也有人期待可以成真。 没过多久,俄罗斯一名残疾人,29岁的IT工程师瓦列里斯·皮里多诺夫公开表示, 自己愿意做这个试验品,眼看住四年过去了。 这件事情莫名没了下文,瓦列里斯有没有做手术也不得而知。 直到近日,瓦列里斯接受采访,说自己反悔了,他不会做试验品。 他舍不得自己的娇妻和刚出生的孩子。 综合外媒报道,瓦列里斯患有罕见的遗传病脊髓性肌肉萎缩症, 寿命不会太长。 因此,他本想借助这个患头的机会重获新生。 可在等待手术的过程中,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。 一名化学系的研究生,两人迅速相爱。 还与2018年11月,生下了健康的宝宝。 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,我结婚了,还有了一个漂亮的孩子,我不能离开他们。 哪怕是几个月,据了解。 孩子出生后,瓦列里斯考虑到妻子的感受,决定暂时退出试验。 但这并没有给妻子很大的安全感。 4月8日,他公开承诺,不会接受这么危险的手术。 瓦列里斯说,他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,除非有人先做成功。 报道称,尽管瓦列里斯患有遗传疾病,但孩子并没有被遗传。 报道称,塞尔吉奥医生还在中国继续研究。 他曾在两只猴子身上,做过头部移植手术。 手术后,两只猴子仍能正常生活。 但这一信息的真实性尚不得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